在华强美这个地方 你别提感情 太伤钱了 哈大 我是小亮 这是今天早上 一个粉丝拿了一台XSmax送到我店里面来 他给我描述的他一个江系老表在华强北卖手机 然后他就去他那老表呢 拿了一台XSmax 正好也在头条上关注了我 然后就想让我帮他看一下这个机器怎么样 咱不马后炮的说啊 当我拿这个机器的时候 我仔细检查了机器的这个螺丝口 包括这个机器的这个屏幕与这个机身之间的缝隙 我唯一就感觉到这个缝隙呢 是稍微有点大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整体的还是比较这个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的哈 机器打开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都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看这个主板呢 包括屏幕啊 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都想恭喜这位哥们了 但是呢 宝哥看出来这个主板呢 好像是有点有点问题 于是呢 再谨慎一点 咱们把这个主板咱就给拆下来了 这个时候这个哥们呢 信心爆棚哈 觉得这个机器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在宝哥的坚持下 咱们依旧还是给他拆下来了哈 什么叫做华丽的外表下 掩长一个肮脏的信哈 咱们不拆不知道 一拆吓一跳哈 大家可以看到哈 现在把主板已经拆出来了 当然了 随着宝哥的讲解 兄弟脸上洋洋得意的笑容渐渐退了去 咱们来这个看一下这个主板哈 正常的这个主板 这个位置这个码呢 是齐全的哈 大家明显可以看到上面的码已经花掉了 这就毫无疑问的证明这个机器是修过的哈 那下面呢 我就带这个兄弟咱们去啊 这个当口老板呢 看看能不能找到坏台 预知后事如何 请在下方留言 我提前给你剧透 美欢城